哈喽大家好,我是梅森 今天要大家分享一款很经典的夹克 这是达康书记的老干部款式 今天我们要说的当然不是它 而是我身上穿的和身后挂的哈林顿夹克 20世纪30年代 有一个英国工厂专门帮巴布里和雅各士丹商产羽衣 它就是巴拉凯塔 一直给人带工作的时候当然不爽 于是1937年 它针对嘎尔夫爱好者设计了一款功能夹克 命名为G9夹克 G就是嘎尔夫的首字母 1957年美国电视联系剧Payton Place热播 里面的罗德尼·哈林顿经常穿这款G9 于是G9夹克陆续被公众称为哈林顿夹克 它的特点是短款、插件袖、利领、螺纹袖口和下摆 大概带和后遗产折 以及独家的红色苏格兰格子内里 这个看似简单的款式你是不知道它有多火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它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好莱坞影视圈、摇滚圈、复古圈 猫王、达蒙奥尔本、利加姆、加拉格尔等 都是哈林顿的佣顿 具部完全统计由它衍生出的款式不少100个 实质经意 至乎每个品牌每个季度必有一款相关的产品 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款不同类型的G9 它们差距很大 究竟哪一款最适合你 先看标杆 巴拉克塔这款是最经典也是最赞众的G9 刚才描述所有哈林顿的特点都源于此款 我买了两个颜色 这个绿色叫Racing Green 据说是国人最喜欢的颜色 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一个是新出的长色 虽然这款衣服是针对高尔夫爱好的设计 但在细节上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影仪的落影 除了面料本身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之外 擦肩袖的设计 除了穿脱容易 以水也更容易滑落 闭合的拉链唇防止以水渗入到拉链中 伤袖就不好了 大概的鞋叉带 嘎夫球放进去 不会掉落 也不容易进水 后背的闪折防不了雨 但向闪 密密的袖口和下摆 精神干练方便运动 还能防止雨水倒流 和之前巴比的战壕风衣 有着义起同工之妙 衣服款式从当上至今 已有83年 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图件 以此影片中 追溯它指十年前的样子 外观未曾改变 但面料和细节 我相信已经跌大了无数次 例如这个面料 现在是棉加纪纤维 纪纤维是50年代才广泛使用 为了达到防雨效果 早期的G9面料 会不会也像巴比的嘎巴店一样 有了解的朋友 欢迎评论区留言 目前的面料摸起来 和紧纶类似 花线杆比较足 我本人不太偏好 花线杆很高的面料 但不能说明它不好 就像冲锋衣 本来就是为了性能而上 现在几乎所有的外套 门巾底都会有一块内挂 其中很大的原因 是不希望门巾翻开 时露出礼布 但在这件衣服上 这恰是主要的卖点 拉链拉下来 露出红色格子 这衣服能奉迷83年 里面的苏格兰红色格 起码有一半的功劳 它已成为巴拉凯塔 最显著的标识 以至无数眼中的情怀 一件G9是不是巴拉凯塔 格子告诉你 但也可能是山寨的 不是所有的礼布都适合露 像这件 多难看 巴拉凯塔的红色格子布 无论是密度 手感 颜色搭配 以及细节效果等 都相当不错 它属于KUMAX面料 拥有不错的西式排汗性能 很多KUMAX的树干 也没面感 但它有 还挺足 它不仅好看 还舒服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得漂亮得不像实力派 所以穿着衣服 必须得露礼布 这比露车钥匙更有内涵 如果下摆和袖口使用螺纹 通常领支也会使用螺纹 例如飞行员夹克 但是它要防雨 螺纹没这功能 怎么办 就像这样 外面用面料 里面用螺纹 前面还有两个扭扣 这样不仅密闭防雨 设计上也能和下面呼应 这螺纹的弹力不错 但是轻浮感不太够 领支这里磨来磨去的话 不够舒服 特别要站一下这条拉链 双拉头的YKK5号拉链 另外这三件也是YKK5号拉链 也已经非常顺滑了 但和巴拉凯塔相比 还是有差距 巴拉凯塔拉链拉链 使得摩擦阻力 很小很小 它们的差别 巴拉凯塔就像挂着空挡在滑行 而另外三件是挂着低挡在滑行 都能滑 但前者滑得更远 开车的朋友能理解 看来国内用的YKK 和欧洲用的YKK还真不一样 拉链上闭合的拉链裙 通常像这种偏薄的面料 穿久变皱子后容易夹拉链 它这里面包了一条细细的绳子 边缘不再是扁的 而是圆的 告别夹拉链 现在很多品牌也这么做 但如果是八十年前就这样 这世界能飞 大概你的带裙是一个倒梯形 感觉更别致 关键是 打爪朝上而飞朝下 插带时的受力 在打爪的上方而飞带脚 哪怕无数次插带 带脚也不会变形 这很细节 看看后面这个样子 它不防雨 但是有穿孔 有穿孔 那才用一只手指 我理解它的作用是增加透气 这衣服是宝款 适合春秋穿 防雨的话 鲜面料透气性不可能太好 运动时后背的汗量比较大 排汗你散热得靠它 顺便还可以提上以下设计感 衣服的细节就这么多 每处都是细 做工方面还不错 刚说到的拉链裙 面上和底下完全平齐 这是挺多品牌做不到的 领气装起来的效果 接缝非常精美 各种车缝都在线 螺纹绒皱也均匀 牛角扣底下的绕角特别紧 好处是牢固 但没那么好扣 衣服的扭门表现最差 开完后没清减干净 衣服的整体做工还行 这两件都是四十码 体寸完全一样 但穿起来总感觉绿色这件 好像小了半码 衣服版型叫修身 下巴有明显的收紧效果 穿起来精神 双拉头的拉链 在这种收脚明显的款式中 显得尤其重要 肚子大的可以拉开下面 衣服的袖子小且长 夹圈也小 上次比较粗壮的朋友 夹底会累 穿着灵活度没问题 抬手自如 但衣服整体素实度只能说一般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 这款衣服原价2168元 我双十二砍了一下价 1917元入手 刚说了这是一个适合春秋的保款 但在广东 春秋冬都可以穿 年头穿到年尾 使用频率很高 搭配方面除了胃裤和大扩型的款型 其他都没问题 使用性也比较满意 它对身高没限制 但是容易显肚子 身材肥胖 穿着效果和舒适性会大打折够 对于年轻的小伙伴来说 它也有些成熟 2000年左右的售价 我觉得值得入手 大火了80年 搞不好还能在火指示一年 如果有更高的标准 Private YVC是更好的选择 Scarlo也是G9款式 除了面料款式和上一款没什么大变化 变得都是一些小细节 衣服的定位和上一件不一样 这是偏商务的 防御性它不需要考虑 细节变化也合情合理 例如领子里面取消了螺纹 这是OK的 如果螺纹不够细腻 还不如面料来得舒服 闪着没穿孔也没问题 这是深秋的面料 衣服的定位不是运动 不需要排汗和散热 但是取消了拉链唇 拉链裸露出来 有些朋友觉得露拉链好看 我认为如果像飞行员夹克这类很休闲的款式 拉链搭配螺纹领完全没问题 奔放得很 但这款是偏商务的 拉链在这里起不到任何装饰和美化作用 能内敛则不要奔放 另外口袋做大了 做法也比较常规 没有刚才的精致与合理 以上的这些变化都比较轻微 买的朋友不需要关注 面料和礼料 才是这一服的关键 这是仿精皮容 它不是皮 而是一种面料 成分是自己纤维 之前的视频多次提到过 插袍的Ecantara就是它 有些眼睛部也是它 虽然不是皮 但价格一点都不便宜 这个得60多亿米 60多亿米 插袍那个干贵 它的外观像磨砂皮 但手感比磨砂皮更有远轻盈 穿着舒适度也好 关键是看起来也比较显档刺 但缺点也很明显 不耐脏 不耐水洗 不耐高温 尤其是湿了水之后 一起皱变形 收缩 所以买这衣服千万千万别拿去水洗 保暖性方面 因为厚度白在这里 比刚才的巴拉基谈暖是肯定的 但夹克谈保暖性 意不大 衣服的颜色 你们喜欢吗 麦加袖是绿色与非色的结合体 绿的比较明显 食物的颜色我本人并不喜欢 辐射深的朋友 选择衣服时尽量别选合计 辐射接近且更深的颜色 也别选太强眼的颜色 这会让你变得更黑 同样是里不外露 刚才那件事加分箱 这件事减分箱 刚是撞色效果 这是铜色效果 颜色和外面协调 但感觉成闷 因为礼物本身就不好看 我觉得露出来没意义 而且 颜的质感也不是很柔软 穿起来有刷刷伤 不扎形 罗恩的品质比上一件列好 但颜色和大身有明显的色差 在外套上色差于此大一点 但在T恤和Polo领枝上 那标准就要高得多 但紫变相同的纱线 领枝加了白色的拉架 颜色多数会偏白 色差一定会出现 如果轻微到留意不到 不是大问题 外观就这样 普普通通 没啥特点 细节也比较表面 但做工很好 总体柔衣巴拉凯塔 长件衣服找不到做工缺陷 衣服的商务 不仅表现在面料上 更体现在靶形上 尽管衣服长度和身体一样 但宽度相当宽松 下摆几乎没有收缩效果 扩形成H型 衣服前后修容宽大 一量较多 穿起后没半点精神小伙子的样貌 也没半点运动感 但袖子的长度与宽度比较适合 衣服穿着不动的时候 舒适度颇佳 但是手臂向前 后袖拢会拉扯 衣服会吊起 请注意看下摆和袖口 很多朋友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这是板型的严重缺陷 这款衣服吊牌价2560元 我双持了662元入手 虽然都是G9 但和巴拉凯塔完全是两个类型 它的颜色 板型以及材质长线 妥妥的一款商务夹克 而且没啥大特点 穿搭方面不如巴拉凯塔灵活 更适合搭配列商务点的着装 宽松的板型不易显身材 对中年肥胖男士比较友好 但秀龙的板型切线很明显很明显 如果对板型内里要求不大 单纯想买一款一圈着的夹克 662元很有性价比 1000元以内入手也不太亏 这款G9款式和巴拉凯塔相似 定位和斯卡罗相似 保留了内领螺纹 拉链裙 商务的别露拉链 口袋边沾在了鞋叉带 虽然叉带更方便 但显得很多鱼 拉开拉链 不露礼布 后背闪折 也不是闭合 而是完全敞开 直通衣服里面 螺纹上加了蹄花 增加品质感 面料表面拉了毛 有勇感 看起来类似羊毛泥料 但其次是纯棉的 棉的柔软 亲肤和透气 它都做得很好 穿着舒适度依然不错 穿上身能感受到秋冬的温暖 面料价格一共100元 挺贵的 米白色虽然好看 但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就是容易脏 这是外套不会经常洗 米白色的纯棉面料 表面还有勇敢 扎毛扎灰 穿不了几天手臂 像抹布一样 还起求严重 洗的时候会崩掉 所以买着衣服 得同时买一个袖套 衣服螺纹和大身不同色的问题 依然也有 但不明显 衣服的里面 我认为比外面做得出色 Brakita那里一片果 就一贴带 啥都没有 它里面的造型 世界更丰富 两个贴带边 以上面都加着包裳的机边 精致 且有尝试感 浅性色的条纸 湿纹干净 和面料很配 整个内里相当不错 刚提到的闪折 直通内里 这里是一个个的洞 如果不了解的朋友 会觉得很奇怪 本来棉的透气性就好 现在还有这么多洞 衣服后背的透气性刚好 但衣服是秋季一亿常穿 对透气性需求应该不大 洞多也没啥用 衣服的做工过去和上一件 是同一件产做的 没啥问题 穿起来看看 和前三件相比 她的版型最宽松 尤其是袖子 比斯卡罗更宽松 比巴勒吉他更长 又宽又长 冬天我过去会这么穿 但她比前面三件更舒服 手臂合动自如 随意摆动 是好无限制 和斯卡罗相似的宽度 但手臂拉扯 和衣服吊起的问题 她完全没有 她用舒适度告诉我 修不修身 好不好看 不重要 能让你甩手的 只有我 她吊牌价3380元 我搬家1530元入手 衣服的高质感 体现在面料上 把唇面做出毛泥效果 不常见 衣服舒适度好 但很难护理 版型宽松 最适合身材魁梧 而又想表现得 斯文一点的朋友 如果不在意男护理 可以考虑 1530元 算不上性价比 但也不刚 华石度应该很少朋友 听过这个品牌 在13年之前 它是国内 高端商务男装的楷模 品牌文化包装 市场推广力 在国内她说第二 没品牌敢认第一 不过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是一款他家的产品 一款藏中的老干部夹克 它不属于基酒 之所以分享 纯属是想给大家尝现 平时少关注的领域 这种夹克的特点是 简约的只剩下一个领子 和一个口袋 外观简单的可怕 当然也可以说他没啥设计感 因为足够简约与沉稳 它是公务人员 领导干部 异常工作的首选 所谓领子一番 烟火不沾 形容的不仅是衣服的利索 也是看淡世俗的境界 一款优秀的老干部夹克 对面料 版型 工艺 异常苛刻 哪怕多一条线 也会显得累赘 内容越少 使则越难 这是羊毛真织泥面料 出自浙江台州的三德方制 它有真织面料的拉伸 缩织面料的紧凑性 以及泥料的勇敢 质地轻薄 手感有远 触感很出色 以往我们分享过羊毛泥料 论品质感都远不如这件 虽然是国产 质感可是 优上不少的普通进口面料 衣服的一些辅料 例如拉链 适合扣 自卖党 尽管设计商务 但不可否认 的确很精致 尤其是内里盖住 接风的这条欠带 以压交件的多 但仿精品用效果的 很少见 和内袋纯 呼应 这就是质感 不过上面这一串英文 我查了一下 是独有的 高档的的意思 如果理解为高档的 那属实有点low 除了面服料 衣服的做工也是一流 如果我能挑得出毛病 估计它也不会出货 不要去质疑 国内衣线品牌的做工 其他方面可能它不太行 但做工它是一流的 串一下试试 从手臂伸出袖子的那一刻 就能感觉到轻盈舒服 通常轻盈的衣服 是没有垂感的 但是它有 面料不厚 而且还是增织效果 对身体没任何舒服感 让你感受到衣服离身 一丝不挂的利索 轻盈而又不轻飘 拉上拉链 前双有一点紧 不自在 但袖子特别自如 袖口的开口量有点大 干好不方便 更适合这样 向领导吗 如果我一常这么穿 我的衣裳应该就稳了 衣服最核心的表现 就是舒适度太高 穿过这个 估计都瞧不上刚才指尖了 这款衣服原价4600多 和2800多到手 就这款产品而言 我会挑剔它的外观与风格 我可以说它沉闷 石板 老漆 难看 甚至死柜 但不可否认 在穿着舒适度 及做工方面 它可以秒杀以上任何一件 也可以秒杀许多奢侈品牌 它的目标群体 是40到55岁 或许等我到了这个年龄 又或许等我上到一定的级别 套上它 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感受 200多的加工费 200多的材料钱 500左右的成本 折后2800元 溢价5倍 如果按线上的品牌溢价来看 好像有点偏高 要知道 国内线上高端品牌 普遍都是溢价8到10倍 这似乎又是一个不错的价格 值不值 不好说 因为在老干部款式这一块 全世界没有哪个品牌 比这类商务品牌更在行 它们就是代表了最高水准 所以如果你选择它 它不会让你失望 最多就贵一点 如果你不选择它 价格一定不是主要原因 四个品牌 三种不同的类型 如果想追求经典 又不想那么快过时 建议选择巴拉奇塔 2000元左右 它最大的特点是好穿搭 Fu Monte和Scaro 都属于商务类型的G9 两者都比较宽松 Scaro存在比较大的版型问题 但尚在便宜 600多推荐入手 Fu Monte虽然舒适度刚高 但面料难护理 1500多是合理的价格 但算不上高性价比 如果特别喜欢可以考虑 华氏度是一款经典的老干部款式 它的重点在于舒适度 以品质感贵且舒服 但你需要这类型衣服 它值得拥有 好了 关于哈林顿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以上评价仅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买卖决定 十万对你们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